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欸欸欸 我問你喔 那平常午休的時候你都會想幹嘛 那你是吃東西吃到飽啊 不然要幹嘛 欸 那你午休的時候會幹嘛 Jendy 我問你喔 那一般午休時間你都會怎麼休息 你要怎麼休息 就進去工作啊 欸 Emily 你在幹什麼 沒有啊 就剛吃飽想說要有點時間 可以檢查一下主語有沒有長蟲 好 就是你了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大家 我是Jacky老師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話局秩序 我們邀請到的是跟我們的作者張里德河一樣 是金牛座喜歡種植花草的Emily 嗨 我是Emily 那我們的作者啊 她總是利用她的閒暇時間來種植花草 然後培養才藝 我來快速講解一下規則 規則1 你必須上完課 答對所有的題目才算挑戰成功 規則2 答對一道題目可以讓一個燈熄滅 只有當桌上的燈全部熄滅才能夠離開 規則3 如果最後還是有紅燈存在的話 就要完成我們的處罰才能夠離開 那紅燈數量越多 我們處罰的難度就會越難 那處罰會很難嗎 很簡單啦 至少不是絲襪套頭 然後是跟我們的主題有關的啦 其實我覺得導演跟企劃對你很好 好 那就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今天的這篇畫橘秩序 是張里德河她在講她為什麼要畫橘花 然後她用一個說道理 然後舉例的方式來解釋 自己喜歡畫橘花的理由 那Emily喜歡畫畫嗎 我算從小畫到大吧 那你有從小到大有被說畫畫是一種不務正業 其實有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會很怕畫畫之後 不知道出路是什麼 所以就會可能有些長輩會擔心吧 但還好我爸媽都還蠻支持的 我們今天這篇文章的內容 或許沒有什麼非常突出的地方 可是呢比較特別的是 作者張里德河這個人 他們家呢是在台灣的西羅的望族 我們知道就是農業重鎮 然後現在是以醬油為名的西羅 其實他們家經歷了三次政權的轉移 像是一開始是清朝 再來是日治時期 然後再來是中華民工 要怎麼樣經歷這三個時代 都跟政府的關係很好 我覺得其實蠻難的 張里德河活在一個政權不穩定 教育不普及的時代 她又是女神 所以她能夠讀書已經是萬中選一 甚至後來還跟她的家人一樣走上教職 變成一個女老師 在當時其實有歷史文獻可以看到 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她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女生 我覺得張里德河 她可以在那個教育不普及的時代 走教職 跟她的家人非常的有關係 像以前我們不都說 女子無才便士德嗎 不要有才華就是最棒的才華 因為女生的任務就是在家相夫教職 如果你太有才華 然後你出去招風影碟 這樣子是不好的 不是好媳婦的 可是呢 她的祖母卻希望她學武術 是她祖母自己要學武術嗎 為什麼會這麼特別 我也覺得字典還蠻特別的 是鼓勵女生就是也要能文能武 然後她爸爸也覺得 雖然她是女孩子 可是還是要學一點技藝是還不錯的 所以她爸爸還親自教她寫書法 甚至她的表姑就是自己開補習班 然後就帶著她讀書 然後也帶著她一起走入教育界 那張里德河呢 她其實是情 奇 書 話 都會 以前君子要的才藝她都會 她也很喜歡參加那種跨界的活動 自己在業餘時間 就是她們甚至有一群人啊 就是組了一個同好會 然後一起從南部北漂到台北來賞花 看完花之後就大家一起畫 那些人就是有男有女 對 有男有女 其實後來那個歷史資料裡面 有發現她後來嫁的先生 他們是有在很多類似的同好組織當中 那不知道是不是從中有牽線 或是有先認識 這個我們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呢她其實也蠻幸運的 就是她嫁給了一個有同樣興趣的先生 只是說她嫁給先生之後 她就辭去了老師的工作 就專心的在家裡向副教 因為她的先生就是開醫院 那她就是協助先生可能調配藥劑啊 然後教導小孩這樣子 不知道Emily會不會嚮往婚姻 你會想結婚嗎 會想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結婚的目的就是我想要生小孩 那你會覺得就是據說啦 據說就是結婚生小孩之後就沒有時間工作 我覺得一定會影響到 因為小孩就會佔很大部分時間 但是我不覺得會沒辦法工作 因為我媽媽自己就是 結婚之後生了小孩還是全職的 可是媽媽工作也沒有放掉啊 所以她放掉的是興趣 對 因為她的工作都要來說就是賺錢的一個管道嘛 但是不一定是她真的喜歡的東西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張里德河比較幸運的是 她可能放掉了工作 然後可是呢就是她其實是持續培養她的興趣 因為她的先生跟她的興趣是差不多的 所以她其實婚後一樣跟著先生 一樣繼續參加這些文藝活動 好 那很快我們就來第一題啦 下列關於張里德河與話局秩序的寫作背景 錯誤的事 Emily 幫我看一下 B 張里德河的賢惑家庭 感覺全部都對了 得以持續發展事業 喔 她好像沒有發展事業 所以你的答案是 應該是 來 C 來表達在自己的事 等一下 很快很快的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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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確定嗎 好 恭喜你答對了 登登 對 就是她 雖然有發展興趣 但是她的事業是暫停的 好 那我們就進入課文啦 第一段張里德河說 她覺得人類很特別 是萬物之靈 每一個人都有她不同的志向 像第一段她就說 學情學師均從所好 公書公話各有專長 每一個人呢她的潛力跟興趣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關鍵在去發展自己的興趣跟潛力 就算遇到困難也不要放棄 Emily 大概什麼時候發現自己的潛力跟興趣 我也不知道具體什麼時候發現 可是好像從小就蠻喜歡畫畫 然後因為家裡也有發現 所以他們都會送我去一些畫畫的 算課後班嗎 反正就是 我也不是讀美術班的 就是都是在課後 可能下課之後或是假日的時候才去學的 那張里德河她就舉了兩個例子來解釋 說明她前面說的 那第一個例子就是李白 咳拓珠玉就是 我咳出來的那個拓意啊 我咳出來這些就變成了珍珠 就是隨便一吐就是珍珠 然後隨便一吐就是寶玉 其實是比喻說 哇李白她就是信首年來的 一首詩就 都是絕作 珍貴 我們現在都還朗誦至今 然後看起來是這麼的自然 那甚至呢就是 李白她是不斷的去開拓不同方向的題材 那第二個例子就是蔡妍 蔡文姬 客文說 節奏鏗鏘 蔡女傳胡家之拍 蔡文姬她就是書法大師蔡雍的女兒 蔡雍就是那個啊 寫漢利很有名的 漢利是什麼 就是那個啊 在平地書漢裡房前潮的飄移 書法 漢利 蔡文姬她在戰亂的時候被 逆賊所抓 然後她被逆賊抓了之後 匈奴入侵 又把她抓走 對然後等於被綁票之後 又被綁票 然後在匈奴的那裡 生下兩個孩子 她在那裡其實當女奴隸的 她不是嫁過去的 可是呢卻生了兩個孩子 所以她的人生 我們不敢想像 她有過得多悲慘 後來曹操知道這件事情 她就花錢 把蔡文姬買回來 讓她 蔡姬歸漢 就回歸漢這裡 然後去許配給一個 一戶家庭 其實呢 就是蔡庸很會寫書法嘛 她有很多的學生 然後大家都要 希望可以學到大師的精髓 但據說 蔡庸的漢利的精髓 就是她女兒得到的爭闖 蔡文姬 所以她書法也寫得很好 那她除了書法寫得很好之外 當時呢 因為戰亂其實有很多的文章都散意了 當時蔡文姬她甚至是默寫出來 好多 好像是400篇 因為戰亂一次的文章 她精通音律 對音律非常的了解 創作了古琴的名曲 胡佳十八拍 她是可能談古琴的朋友們 突然出現相音 這兩個例子都是克文說的 不堕聰明而有志進成也 她們其實都很有才華很有潛力 遇到了困難不放棄 尤其蔡文姬就是這麼悲慘 她一樣沒有辜負她的才華 然後李白也是持續的大量的創作 才會有現在的成果 好第二題來啦 對於話局秩序第一段 對李白菜眼的描述正確的是 真的不知道哪一個 等一下要 月兒去音樂和 只有一個是正確的 喔 一個正確的 O C 確定嗎 應該是吧 好恭喜你答對了 耶 知蘭 這題有沒有很可怕 感覺好像都蠻對的 你覺得A錯在哪 是 A是講李白吧 沒講說她隨便 隨便講都可以講出一首好詩 對啊 是啊 那B呢 節奏坑槍是在講 蔡文姬的胡佳十八拍 對 節奏很有力這樣 然後豬 為什麼沒有選豬 因為她在戰亂的時候 所以她有精進英律嗎 在當奴隸的時候 怎麼精進英律 對啊 她就被抓走嘛 是啊 答案正確的是C 第二段來了 快要說她為什麼要畫句話 書法的勁道 跟詩文的對象 都不是容易的事 那自己呢 是利用 停機教旨之餘 調藥助夫之俠 也就是 教導孩子讀書 輔助丈夫調藥 所剩餘的時間 來練習畫畫的 換句話說 她利用了這些瑣碎時間 來發展才藝 只要用心 就沒有時間不夠的問題 那Emily妳覺得 書法很難寫 對象很難對 跟我選畫畫有什麼關係 就是 後畫比較簡單嗎 有一點這樣的意思 因為書法很難寫 對象很難對 我可能沒有到非常擅長 這兩個東西 所以我選擇畫畫 可是 事實是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她是自簽啦 對可能相對 就像妳講的 相對來說可能比較簡單 就有點像是 因為我書法也寫不好啊 我對象也對不好啊 我不會寫詩文 我不會對象 我不會書法 所以我畫畫 有一點像這樣 但事實上 她是都做得蠻好的 然後故意很謙虛這樣 就自簽 我們這篇文章就是 篇文喔 Oh my God 它中間就是充滿了 對象 對象 就是一篇充滿對象的文章說 我不會對象 是哪招 所以呢 像 其實她是 詩詞 琴畫 書琦刺秀 七絕都會 然後只是說 她的畫畫又特別厲害 她其他不是不會 都會 只是我特別會畫畫 然後她就用那種自簽的方式來講 詩詞 書畫 琴其刺秀 就是她的七絕 她七個都做得非常好 或是她其實就是在說 我畫畫真的超厲害 我覺得她很厲害喔 這個最厲害的 姐為什麼選菊花來畫呢 她說 切目管夫人之莫竹 紙上生風 敢借陶童哲之黃花 途中協議 她很仰慕管夫人 管夫人就是 那個元代的書法大師 趙孟甫的妻子 管道生 她很仰慕管夫人畫的竹子 她覺得她的竹子栩栩如生 在紙上好像可以生風 我看她的竹子 感覺有風吹過來 所以呢 我就選了陶淵明最喜歡的菊花來畫 請問 仰慕管夫人畫的竹子 跟 畫淵明愛的菊花 有什麼因果關係 所以管夫人跟陶淵明 他們認識嗎 有什麼關係嗎 他們不認識 他們兩個人沒關係 字題的答案簡直是海龜湯 後來去找了一些資料 我推測 理由可能是下面這個 就是管夫人 首先管夫人她是一個 也是非常聰明有才學的一個才女 然後她也 就是詩文書畫都很有天分 也嫁了一個 就是跟自己有共同興趣的先生 都喜歡寫書法 都喜歡畫畫 然後她其實跟 德河姐本身有很多很像的地方 只是說管夫人她的畫 特別會畫花中四君子的前三個 你還記得畫中四君子有哪 四個畫中 竹 藍 梅 菊 對 梅蘭竹菊 都可以 但是呢 其實管夫人特別會畫梅蘭竹 所以她去畫她梅畫的那一個 沒錯 管夫人這個才女 她其實很少畫的菊花這個空缺 就有我德河跟她一樣的才女 來補上這個空缺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一個理由 最後德河姐就說了自己畫菊花 提取 她說 這是她的一個學習目標 我畫菊花的目的是什麼 我目標是什麼 其實我們學習任何一個才藝 然後興趣 我們都還是需要建立一個目標 那 那希望我畫的菊花可以永保花季的那個美 在紙上 然後可以分享給最多的觀眾 來感染她的芬芳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也是隱含著 對自己生命的情緒 就像我們每一個女生 我們外表會衰老 然後我們在 我們的人再怎麼樣好再怎麼樣不好 其實我們的美德其實也沒有辦法有 永遠的傳世 可是當我們把我們的美跟道德 投注到我們畫的花裡面 這個花 好像可以帶著我們的美與德 一起被流傳 對一起被流傳 那我們就來最後一題啦 我覺得你有可能會全對 那就不用懲罰了 下列關於畫菊秩序末段 作者選擇畫菊的原因 正確的是 選正確的 正確的 對 作者學不會學術法 他會 B B 對啦 作者仰慕館夫人畫的 好恭喜你答對了 耶 欸我是不是這個題目出得很簡單嗎 應該不會吧 那你覺得 你覺得A哪一錯 A 就他都會啊 他會輸法也會對賬 所以他不是 還是學不會 C錯在哪 要變花枝隱藝 沒有 沒有聽他說過 對 然後 豬呢 也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是他的期許 但這不是畫菊畫的原因 對 答案就是B 他仰慕管夫人畫的竹子 他期許自己可以跟管夫人一樣 然後甚至可以填補管夫人沒畫菊 哇塞 全對 恭喜你就順利的逃出我們的古文教室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 希望大家上完今天的課 都可以對我們的畫菊 秩序有更深的認識 更了解張里德河 然後我們古文教室大逃脫呢 之後一樣每週三晚上七點播出 然後除此之外 禮拜二禮拜四的早上是 早安單自成 禮拜一晚上還有晚間數報 然後大家不要錯過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好那我們還是來公布一下今天的懲罰 今天原本的懲罰其實是 當你全部都 只要你答錯你就要站起來 現場站立 喔不是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其實我們原本的懲罰是這個 登登 什麼懲罰 這個是我們企劃的妹妹 還沒知完的毛線 為了要不多聰明 為了要持續精進 原本是希望你把它編完 這不算懲罰吧 所以這算你擅長的嗎 這個算一種獎勵吧 你確實是獎勵 可是我已經忘記怎麼吃 好反正你也沒錯嘛 對啊 我覺得要是前面的來賓 知道說我們今天處罰這種路線 這種溫馨 就是Chris他應該會噴掉 那他也沒錯啊 吃怪食物啊 吃怪食物啊 絲襪套頭啊 他都已經起死 真的起死 好所以 我們今天就在溫馨的 過程當中 就Emily就討出來了 感謝 那我們就還是吃完他 怎麼吃啊 欸欸欸欸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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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已經在餓下 odle座 告訴我 為 lions 死亡